2020花蓮国际石雕艺术季系列活动之一的主题展览 回篮时报 透过年代的流转 让大家看到花蓮石材产业发展的动漫 展出了内容包含有花蓮石材发展史 石材产业和生活应用 以及文创设计与艺术三面相 让观众除了能够阅读珍贵的文献资料 以及影音的照片之外 并且展示早期实艺商品和静态新创设计商品 让民众感受到新旧时空的交错之美 花蓮拥有全台湾80%的石材资源 前任时期加工设备及产人高居世界第二 花蓮的石材产业从日治时期以来 逐渐发展成为石材、石雕、赏石三大产业 在花蓮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石头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配合三年一次的花蓮国际石雕艺术季 文化局特别举办了回篮时报主题展 让大家重温石头在花蓮的历史岁月 第二的企划室里头我们展出的是回篮时报 回篮时报是石头的石 那主要的内容就向大家介绍有关于我们花蓮食材的所有的特性 以及我们花蓮食材业的发展的历史 然后第二个部分会呈现是食材从过去到现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比如说我们会有庙前的石狮子等等这一些的运用 然后另外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跟十字中心一起合作 十字中心近年在花蓮推动非常多石材的文创作品 所以各位观众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展览室里头 看到非常多大理石等等的用资源回收的角度 去做的非常多的文创的作品 那呈现出我们花蓮在地跟食材之间 在日常生活的变迁跟未来的可能性 回篮时报展从流动的时间发想 展现花蓮食材产业发展的脉动 让观想者以历史产业人文与美学角度 来理解石矿如何影响花蓮的区域发展 展出内容包括了花蓮食材发展史 食材产业与生活应用 还有文创设计艺术等三大面向 让观想者除了可以阅读珍贵的文献资料 还有影音照片之外 也展示了早期的食欲商品 还有近年来以鞭鱼料设计的新式商品 透过陈设于展场的情境氛围展示空间 让民众可以感受到新旧时空的交错之美 谢吕慧欢迎室报导